哈囉大家好 我是信儀 我們今天來出外景了 我們現在人呢 是在的是關渡的華碩總部 因為在台灣又有一支5G手機 準備要加入戰場發表囉 今天呢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呢 就是華碩的ZenFone 7 還有ZenFone 7 Pro的發表 到底這支手機呢 有什麼樣子的亮點 趕快幫我們看下去 那也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USDV非凡daily 那我們節目就正式開始 好的 搭啦 那現在在我手上的這支呢 就是華碩這次帶來的ZenFone 7 那其實呢 它這次主要有兩個顏色 一個就是黑色 另外一個是白色 那我拿的這個是幻彩白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因為過去它的手機啊 如果是白色 它並持那種完完全全的紫白 而是如果從旁邊微微的看 它有一點亮亮透透的感覺 所以其實整支手機 看起來有點閃亮亮的感覺 我個人覺得女生應該是會蠻喜歡的 那其實華碩的ZenFone系列 跟ROG系列的定位是蠻不一樣 它的ZenFone系列主要都是主打 一些比較商務用的啊 因此對於電量啊 還有一些手機功能的部分呢 其實這次呢都有明顯的提升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好那這次的手機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螢幕是 6.67吋的全面屏 因此啊沒有瀏海 沒有打孔 也沒有水滴 它就是完完整整的 三星的AMOLED的屏幕 那因此呢 這次啊大家可能會很好奇說 欸那過去ZenFone 6啊 它是採取這個翻轉的雙鏡頭 不過這次呢在ZenFone 7上面呢 它就是把雙鏡頭呢 變成是三鏡頭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其實三鏡頭我個人覺得 跟那個迪士尼的三眼怪 那個角色有點像 那它這次三鏡頭呢 因為鏡頭的模組變多了嘛 可是呢 相對的它的馬達呢 卻也更輪轉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 一起來體驗看看 好那我們現在就看到這個啊 它操稱是世界第一支的 翻轉三鏡頭 到底是什麼樣子呢 首先它就是 將我們進到這個照相功能之後 我們就這樣按下這個自拍鍵 然後它的鏡頭呢 你可以看到三鏡頭 就自動的升起來了 那其實根據它官方的資料統計啊 它這個翻轉的次數呢 是高達20萬次 也就是說 如果你每天要讓它這個鏡頭 上上下下翻100次的話 可以翻5年這麼久欸 那另外這次的鏡頭呢 還多了一個新的升級 也就是所謂的角度感測器 也就是說過去啊 大家可能有時候會擔心 它這個鏡頭會不會不小心 因為一些碰撞啊 就會不小心掉出來 但現在有了這個角度感測器 其實它輕輕的有一些碰撞的話 它的鏡頭是會自動收回去的 那這次的三鏡頭呢 鏡頭我們也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就是它有一顆 6400萬畫素的主鏡頭 另外呢 1200萬畫素的廣角鏡頭 跟800萬畫素的長焦鏡頭 那這次呢 它其實的動態追蹤的功能也很厲害 我們就來展示一下給大家看喔 同樣呢 是進到這個相機的頁面裡面 點出動態追蹤的功能 那其實可以看到 就把這個紅框框 對準你想要對準的物體之後 像我們現在就對準了 那個穿奶茶色衣服的model 那可以看到 當他們在走台步的時候啊 其實它手機呢 是會自動跟著做zoom in 還有zoom out的動作 那整個可以讓影像看起來是更完美 另外呢 其實現在看準有很多youtuber啊 或者像這種影音創作的這個風氣 是越來越盛行 所以這次的ZenFone 7呢 其實它也加入了很酷的這個收音功能呢 我們就來為大家講解一下 一樣呢 是在錄影的功能裡面 就點開這個麥克風 可以看到它有所謂的 濾風切換跟聚焦收音的部分 也就是說 如果當我們有時候在外面啊 還是要錄影片的時候呢 使用這個濾風切換呢 它就可以自動幫我們阻隔風聲 還是可以一樣清楚的抓到你的收音 那另外呢 聚焦收音的部分 也是在比較吵雜的環境之中 它都可以讓你的收音變得更精準 那這算是這次一個比較新的功能 也算是因應現在 可能大家都很喜歡拍影片啊 或是這個youtuber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呢 做出的一個改變 那因為這次的ZenFone 7 當然它就是主打5G的功能嘛 那主要呢 它使用的處理器呢 就是高通骁龍865 那如果呢 你是ZenFone 7 Pro的話呢 它的處理器就是 骁龍865的Plus 那兩個其實就是在於 大效能的一些差異啦 那其實這次呢 因為會想要買ZenFone的朋友 最主要是因為看上它的大電量 所以這次的ZenFone 7 同樣呢 是採用5000毫安時 但是呢 它的電池的效能跟速率 都比過去的ZenFone 6 快上了40%左右 也就是充電的速度 快上40% 也就是說 如果你從0啊 充到60%的電呢 基本上根據他們統計 是只要花上30分鐘左右 那如果要把整支手機充滿的話呢 其實是花上90分鐘左右 就可以把整支手機充滿了 所以今天的發表會 因為時間沒有很多 我們只能簡單的帶大家看一下 這次這支手機的規格 那其實簡單的來統整一下喔 那這次的ZenFone 7 它最主要的一個改變 另外呢 大家可以發現到 其實它是沒有耳機孔的 那根據官方這邊的表示呢 也是因為呢 5G它需要用到的模組比較大 所以這次呢 在經過考慮之下 加上現在大家很多人 都是使用藍牙耳機的部分 所以呢 取捨之下 就決定呢 暫時不要這個耳機孔 那呢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 欸這個手機啊 跟之前華碩的ROG比起來 它的效能或許沒有那麼好 好那其實這次的ZenFone 7 跟ZenFone 7 Pro 它們基本上的外型 長得是完全一模模一樣樣 那只能說它的差別 就是在於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這個處理器用的不太一樣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ZenFone 7 Pro 有OIS 也就是光學防手震的功能 所以這點呢 如果是有在在意照相的部分的朋友 就可以稍微斟酌一下 那大家也在猜說 會不會之後這個ZenFone 7 Pro 可能會有一些新的不一樣的顏色 但是這些目前都還是沒有證實的 那詳細的售價呢 也都還沒有出來 那只是大家可能預估說 這次因為使用這個骁龍865 所以它的售價呢 可能會比之前的ZenFone 6要再高一點 但是整體而言呢 我個人覺得這次的ZenFone 7啊 它可以說是一款 相當中規中矩的手機喔 就是不管是追求拍照功能啊 或者是一般的這個手機處理上面 程式的速度啊等等 還有電量啊 基本的要求 我個人都覺得還算是不錯的 那也因此呢 大家會不會考慮 這支手機來當作 你未來5G的換機考量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也不要忘記 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USB非凡daily 我們今天的開箱抱抱 就到這裡啦 掰掰